从个体来看,藏族男人,尤其是康巴汉子,浓眉大眼,人高马大,看上去很强壮 但个体的强壮,并不能代表民族的强大 意大利男人也又高又帅,在欧洲战场却屡战屡败 其实,藏族之所以强,可以追溯到吐波王朝 吐波可不是弱国,意为大藩松赞干部统一清藏高原之后 唐朝也拿他没办法,把公主嫁了过去 虽是唐太宗的远亲,但毕竟封了公主 一个山东姑娘几名人,远嫁到拉萨去 哥现在都会水土不服,更何况是交通不便的古代 山高路远,苦了这姑娘,俱促进民族团结 你可能会奇怪,一个当时满打满算 三百万左右的人口小国,如何抗衡唐朝 阿拉伯,回合这样数千万人的世界性强国 主要原因是,他打得出去,别人打不进来 为什么打得出去? 因为,吐波是少有的农耕和油木相结合的帝国 他兴起的本部,有上文提到的前藏和后藏 今天的山南地区,日喀泽地区,林芝地区 都是土地肥沃的河谷藏区,适合农业生产 加之历史上气候温暖的隋唐温暖期 高原粮食增产,为他提供了长年征讨的粮草 而藏北、青海、川西,又是大片的高原牧区 为他准备了上好的战马 有农耕稳定后方,有战马征战前线 加上民风飙悍,能征善战,难怪地盘越打越大 即便是在疲软期,别人也很难打得进来 青藏高原的四周,全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系 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钢底斯山,唐古拉山,昆仑山脉 以及横断山脉,围成了一个群山环保的堡垒地形 如果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青藏之难,已经超过了古人的比喻 敌人想打进土坡本部,不但要克服长途征讨的后勤补给 士兵还要面临高寒缺氧,水土不服的巨大威胁 这样一来,就把大多数战争拦在了土坡本部之外 历史上,仅在元代和清代,以表臣服,接受刺锋 其他时代都很独立 长期以来,藏族相对统一,相对独立 加上都皈依藏传佛教,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民族性格 这从藏房上就能看出来,古墙后,房顶宽 有的修成大碉堡,有的修成小王宫 你可以说,这是好几代人奋斗的结果 但能安下心来,把房子修得这么厚实 证明他们有强烈的土地意识,觉得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在清藏高原,相对其他民族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强者,所以才有强藏族支撑 藏族人对自己的佛教传统很自信 藏族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外界比较开放包容 有一种我脑子不比别人笨,我能学好一切的自信 那些高僧大德,更是精通属国语言,有学贯中西的资本